那我们讲叫做当地信仰 它叫什么名字 有看到吗 有 田工庙 田工庙 你们这个庙来讲的话呢 比较多来讲就是用一个彩词的花砖的方式 去做拼贴 去做拼贴 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讲 这样的一个砖的一个设计概念 最早是来自于西班牙 哇 你想说西班牙对 它最早来自于西班牙跟伊斯兰 跟伊斯兰 那后来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叫马约丽卡这个磁砖上面呢 它给它去上一层 这一个 这一个席右画 把它变成白色 然后再施以图样色彩 什么时候传来台湾 它是在19世纪末 先传到日本 中国跟东南亚 然后呢 借着日本又传到台湾来 那传到台湾之后来讲的话呢 大家就想说说 那我可以用比较localize的方式 本土化的方式去展现 我们现在不见得要 用欧洲的花花草草的部分 所以那时候来讲的话呢 像我们在这个庙里头 我们到就从庙城 我们再走过去绕一圈 我们就看到 这里头很多所谓的 忠孝结义的故事 那以前古时候的人来讲的话